Espresso 的沖煮过程是,首先,咖啡粉的研磨度会调调到集中在350μm的大小。 取粉的时候,不妨轻微转动一下Portafilter,令咖啡粉更平均分布在Basket里。 以1比2的Blue Ratio,20克的咖啡粉对40克的Espresso去充煮。 如果咖啡粉过幼,就会令咖啡流速过慢,而导致苦味释出。 太粗的话,会令咖啡流速过快,而导致咖啡偏酸。 之后,先用Coffee Trissel确保水平填压,而这个动作我们会叫做Leveling。 之后,再用Tamper做填压,以达至最有效碎取。 水温,调节到91至92度,去配合中深度的空焙。 太高水温,会令咖啡有消焦的味道。 太低水温,就会令咖啡淡薄无味。 Espresso的头段,你会见到较生啡色的咖啡缓慢流出。 大约10秒之后,颜色就开始转为焦糖色。 这个时候,咖啡流速相对快一点。 到了接近尾段,咖啡颜色会转为金黄色,而流速也是最快。 当咖啡液体差不多到达40克的时候,就可以停止。 整个碎取时间介乎于26至32秒。 咖啡豆,随着时间过去,它的味道也会有所改变。 如果,同一批豆隔了一段时间再做Espresso, 下次出来的味道又会有一些分别。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重新调节一下粉量或者研磨度。 至于每日想有效保养机器,首先,会用毛巾抹干净滤网。 再拆开滤网,用洗肌粉和热水浸一晚。 将洗肌粉倒入清洁用的basket,再套上group head, 帮group head做bread flashing,重复8至10次。 每次维持8秒左右。 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咖啡粉和油漬残留在group head和滤网,阻碍碎取。 所以,清洁咖啡机对做一杯好的Espresso也是相当之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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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